好了,現在我們有一個很神秘的詩歌 是一首很貼切給世愛月神將年的日子 我們想講完語了,我也是 我們想藉著這首詩歌告訴大家 聖誕節不是聖誕老人,不是禮物 那份禮物是神所給我們的禮物 就是主耶穌基督降生這個世界上 所以藉著以下這首語的詩歌 請問有沒有歌詞? 謝謝 裡面有個歌詞,你們可以看到嗎? 可以了 可以了嗎?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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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可能清唱有些少不知如何 但我們盡量唱就最好給你們 還有不是唱,請大家留意歌詞 裡面歌詞是最貼切聖誕節的 可以了 OK OK 一 二 三 在這燈飾 摧殘刀時鐘 搖眼燈飾 當似千村莫 凌是每處夢裡的境遲 晚風裡飆送 誰是姐之一裡的主角 你懂不懂 萬決個性怨嚴刀時鐘 每一首可而清與眾 旋律蜂蜂蜂蜂燒的陰雲 晚風裡飆送 誰是姐之一裡的主角 誰又會懂 他身穿紅衣 或是身穿粗衣麻布 他靜靜各身人世 或是演書車到埔 他輕聲道走 或是演書車到埔 他身穿紅衣 或是身穿粗衣麻布 他靜靜各身人世 或是演書車到埔 他輕聲流走 他輕聲流走 或是應許一生懷抱 他靜如霸千環衣 或是靜如霸千環衣 或是靜如霸千環衣 給我一聲鼓勵 鼓勵 好了 今天我們所做的事 都是圍繞著一個主題 就是 誰是主角 誰是聖誕節的主角 其實這個主角就是 我們這位上帝 主耶穌基督 也都他不是身穿紅衣 他是包著麻布 他留在我們當中 也都不是坐著車 他很靜靜地飄下來 降生在我們人的當中 而到他走的時候 他給我們有一生的恩典 還有給我們 有新的盼望 新的生命 Amen Amen 好 好了 我們現在